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沉滿 下一種必須要由顯微鏡才觀察得到的微小生物 最喜歡生長在溫暖潮濕的環境當中 而香港潮濕的程度更加是有利沉滿大量繁殖 很多我們日常生活會接觸到的用份 例如床單、枕頭刀、企袋、窗簾、毛公仔等 都會潛藏大量的沉滿 直接地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根據研究 超過七成過敏性疾病都是由沉滿引起 當中包括哮喘、鼻敏感、過敏症肌膜炎、皮膚過敏及濕疹等等的症狀 難以根治 沉滿無處不在 真是很可憐的 不過想去除沉滿的話 其實都是沒辦法的 我手上這部由雅階所推出的抗敏UV 徐滿機就幫到你了 這部徐滿機有三個主要功能 分別是拍打、徐滿及吸塵 不如現在就讓我和大家示範一下 所謂徐滿先拍打 雅階抗敏UV 徐滿機可以震動拍打4200次 有效將潛藏在床褥的滿蟲和其他有害物質拍打出來 將滿蟲拍打出來之後 就可以用徐滿機的UVC紫外線燈徹底把滿蟲消滅 而紫外線燈更加有感應的裝置 感應不到物件的話就會自動關燈 絕對安全 消滅完滿蟲之後當然要清理它們的屍體了 這部徐滿機就有500W超強吸力 可以輕鬆吸走滿蟲、毛髮、灰塵和其他垃圾 究竟我們用完這部徐滿機來清潔之後 可以吸到多少滿蟲呢?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 原來我們日常生活中 真的會接觸到這麼多的塵滿 還有這麼多有害物質 看來我們就要有一部 和瓦街的扣吻UV 徐滿機在家了